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晶圆代工厂,此前经历了产品上市延迟以及10奈米以下工艺良率提升缓慢的情况,导致主要客户转向台积电。 此外,更难以吸引到与三星电子系统半导体和行动业务部门处于竞争关系的高通和苹果公司。 尽管如此,为了提升溢价空间与降低供应链风险,此前有消息称,高通将同时与台积电与三星两家代工厂合作,大规模生产未来的晶片组,包括骁龙8阵4。 据WCF Tech日前报道,但是,高通因三星良率不佳及台积电N3E制程优势,似乎要放弃三星,计划在骁龙8 Gen4上独家使用台积电的N3E制程。 使用不同的制造商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可以为高通节省大量成本,增加溢价空间,降低给台积电独家代工的压力。 毫无疑问,台积电的N3E制程对高通来说成本高昂,但爆料者Revenus的推文表示,高通别无选择。 据悉,高通最初的计划是生产由两个版本的骁龙8 Gen4,并在不同的代工厂量产。 高通源规划三星,Galaxy系列手机骁龙8 Gen4将采用三星的3GAP制程,即3奈米GAA Plus打造。 其他非三星手机常规版骁龙8 Gen4由台积电N3E制程生产。 如果所有骁龙8 Gen4都由台积电生产,晶圆价格可能会大幅度提高,下游手机厂商也会连带提高售价。 其并未透露这一传闻中变化的原因,但可能与其三星的下一代支撑有关。 在上一季度的财报中,三星更新了3奈米GAA制程,称良率稳定,但似乎三星3奈米GAA制程良率还是遇到瓶颈。 鉴于高通首批骁龙8 Gen4需要有令人满意的良率,高通和三星才能维持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目前,三星似乎又回到了高通曾经将骁龙8 Gen2转移到台积电的困境。 台积电N3E制程优势较大。 据悉,ARM Cortex X4核心就是在台积电N3E制程开发的。 但台积电交给高通N3E样品后,是否达成独家下单台积电的协议,无法证实。 如果三星能解决良率问题,可能还是能看到两种版本骁龙8 Gen4。 在此背景之下,三星晶圆代工事业冲刺先进制程,在催油门,禁逼台积电。 韩国经济日报与BusinessToria报道,HI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一名半导体分析师发表报告指出, 三星电子已经将其4nm节点的晶片代工生产良率,提高到其主要竞争对手台积电的水平。 其中,三星4nm良率已提高到75%,三nm良率则改善到60%。 今年初时,业界预估三星4nm良率约50%。 在更先进的2nm制程与台积电竞争的本钱更雄厚,后续更有机会抢台积电订单。 对于三星先进制程,良率传出大跃进,引发人们猜测三星电子可能会扩大,半导体代工合同制造的主要客户的合作。 不过,台积电一贯不评论对手,加上限违法说会前兼末期,自然未评论。 台积电股价随后开低走高,尾盘神龙百尾翻红,未受三星相关消息影响。 三星倘若,三奈米和四奈米等先进制程技术良率超过60%,意味着这些制程生产已达稳定水准。 韩国业内人士研判,三星能提高良率的原因之一,商业环境的低迷被视为三星提高产量的机会。 这几个月以来,晶片业景气趋缓,随着整体产业放缓,晶圆厂产能利用率降低,工厂开工率下降,导致测试晶圆投入增加, 即三星投入更多测试晶圆于改善良率,同时有助于提高代工厂7奈米以下的超微工艺良率。 他指出,之前三星10奈米以下良率改善放缓,致使三星不断延后推出产品,而良率是苹果、辉达及高通等大厂转向台积电投片的关键。 台积电和三星去年资本支出差距因而拉大到3.4倍,产能差距也扩大到3.3倍,在7奈米技术以下的制程节点。 台积电去年全球式战率接近90%,进一步拉大了两家公司的差距,让三星更难赶上。 其认为,现在三星先进制程良率已几乎和台积电相当。 高通、辉达再次通过三星电子代工厂进行外包生产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用因包括采用环绕炸集DAA电晶体架构的3-5奈米制程良率改善,以及晶片液希望扩增供应来源。 比如,随着台积电提高订单价格,高通和辉达等主要客户被认为有必要实现生产外包多元化。 其他分析师也说,三星3奈米良率改善后,在更先进2奈米制程与台积电相竞争的本钱更雄厚。 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的半导体合作计划已经开始实施。 IBM将支援日本公司Rapidus研发2奈米GAA半导体晶片制造技术。 Rapidus今年夏天向IBM派驻100名工程师学习这种先进半导体技术。 GAA环绕炸机工艺能够减小电流泄漏。 该技术结合奈米片堆叠架构,可以将晶片制程推进到2奈米。 IBM表示,早在2021年便在实验室中实现了2奈米产品原型。 如今将通过付费授权的方式将该技术提供给日本Rapidus。 后者的目标是在2027年实现2奈米晶片量产。 Rapidus是由日本的丰田索尼软银等共同成立的半导体公司。 该公司于2022年12月与IBM签署了合作协议, 并于2023年4月派出了第一批工程师。 日本政府为了支持晶片行业研发, 此前也宣布为Rapidus提供2600亿日元的补贴。 当然,眼下三星先进制程紧追台积电之际, 两强AI晶片抢单战先行。 据路透社7月中旬消息, IBM一位高管表示, 该公司正考虑使用自主设计的人工智慧晶片, 以降低云端运算服务的运营成本。 IBM首个大型人工智慧系统, Watson已经推出10年, 未获得市场青睐, 此外还有成本高昂的问题。 IBM希望抓住生成式人工智慧技术的发展机会, 使用自研晶片后能够解决以上问题, 同时可以降低功耗。 IBM公司正考虑使用叫做人工智慧单元的AIU晶片, 作为其WatsonX云服务的一部分。 IBM这款自研AI晶片, 于2022年10月首次公布, 但没有透露详细讯息。 IBM半导体总经理Mukash Carey表示, 旗下新一代企业籍AI数据平台, Watson系统将采用自研AI晶片, 并交由三星代工。 业界研判, 虽然预期IBM自研AI晶片总量仍小, 三星取得相关晶片代工订单, 仍意味其在先进制程技术已有一定水平。 IBM新一代企业及AI数据平台Watson系统, 将考虑采用自行研发的AI晶片AIU, 来改变过去系统成本过高的问题。 他并透露, 三星与IBM合作进行半导体研发已久, 这款晶片将由三星代工制造, 三星也将导入Watson系统。 目前, IBM没有确定这款晶片何时可以为云端用户服务, 但公司高管表示, 目前已有数千颗圆形晶片在工作。 该晶片的功能并不是用于大数据训练, 而是利用已经训练好的模型进行决策运算。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